不少人出國訂房都愛用Airbnb 但未來如果到這裡玩 可就沒辦法用了 Airbnb耕源中國市場六年 始終比不過圖家和小豬 這兩大中國本土訂房平臺 今年在中國的短租業務 佔不到整體營收的百分之一 幾乎無力可圖 北京嚴格清零 更成了壓垮駱駝最後一根稻草 不過面對全球最大市場 怎麼可能說放就放 雖然中國境內業務 劃下休止符 但Airbnb看準疫情趨緩後 中國將湧現一波報復性出國潮 決定把重心轉往這塊大餅 因此還會續留中國一陣子 但許多外資恐怕已經找不到 留在中國的理由 經濟學人分析 北京近年一系列鐵腕政策 從掃蕩民間企業整肅房產 到動態清零 逼得眾多外資上演大逃亡 國際金融協會估計 中國資本淨流出 今年上看台幣八點九兆 和去年相比直接翻倍 中國也知道清零政策 重創經濟 現在決定撒錢救經濟 高達台幣六千兩百多億的退稅 裡頭包含兩千六百億的汽車購物稅減免 期盼衝高車子買氣 除此之外 為了確保糧食穩定 北京海宣布要撥一百億人民幣 相當於四百四十四億台幣給農民 作為一次性補貼 大撒錢 但沒有解釋錢從哪來 外界推測 中國將透過舉債來籌資 看來嚴格清零後 中國的經濟復甦 還有漫漫長路 經濟新聞 謝紫健 林立衛報導 仔細寶貝